大家好,我是燕子 然後我今天要討論這專案叫追逐記憶的孩子 然後我自己之前在某個12億的前端計畫中工作 對,然後因為就是前進提到一下 這個簡報基本上跟之前在Costcar聊的就是 在310年我就會在記憶庫中辦的案子可以這麼開放一點 這個案這個簡報類似 可是當時是以授權為核心跟法律案件來聊 那今天想要來講的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案子呢? 其實當時是因為在這個計畫中的時候 常常展望會問到底誰在用我們的這個資料庫 所以那時候呢就用下班的時間 用了FB跟Mac還有Mac還有NoReader還有Notion 蓋出了這個爬資料的平台 然後最後目前爬出來大概是有3000多筆資料 那爬了東西之後呢 同時因為要爬資料我同時也用了一個粉絲團叫追逐記憶的孩子 專門在就是無聊 我自己看到一些因為有時候FB的東西不知道很難爬 所以我等於就自己用手動功能智慧的地方 然後醒來沒事看到只要有人引用了記憶庫的資料 就稍微的轉發到這粉絲團 再用讓Eno的自動轉到Mac去 然後變成PASHA的東西 那就有這樣一個粉絲團 然後大家看到醒來沒事就會爬一下內容 那接把這套PASHA的東西 同時我也串了一支帶機器人 去幫助前機關去做一些政策的一些輔助的決策 因為他們就會看到說現在大家在說要怎麼用這些東西 然後大家就會提供一些他們的一些 看到說原來是大賽在這樣用 然後就有一些想法 那同時爬下來的東西呢 早期我已經不認識郭忠祐的整體 現在最新五月都已經改到AirTable去 因為發音其實想要找的一些發音品還蠻多的 那這邊有目前爬到了3000多比的東西 那因為其實目前就是我一個人 然後爬下來之後自己還沒事去做一些標籤跟整理 那就是去年我有發一篇論文 就是跟前機關發一篇論文 就是去寫 其實大概有持續用資料的人 大概有50%的是輪子團體 然後有16%新聞媒體很偷懶 想要做一些東西就直接引 就是這個平台上面的東西 那當然也有一些政府機關 那其實有一些像有些民間的社區 就有持續來做一些就是漫畫的應用 或說有些地方的粉絲團 就是像苗栗線文化官網局 他就非常的積極的使用他之前已經爬下來的一些資料 那今天想要找的一些夥伴就是 有沒有有興趣一起來截讀這些爬下來的資料的朋友 那就是 另外就是有沒有人興趣一起來做這個功能支援 因為目前有爬下很多資料 可是我都是一筆一筆的去做標籍的 那另外就是如果對這些資料有新的朋友可以來找我 好 謝謝大家 謝謝燕子 謝謝師傭